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abal 书第六章第二节 各样洗泥 按手之泥 死人復活 以及永远审判 各等教训 除了这个镁约书压之外 其实在整整四十年里 是没有第二个位置可以 适宜去做领袖 所以神是说明 按手去头上 最主要是什么 是分几分专荣给他 这些专荣是怎么来的 就是摩森未死之前自己赚回来的 就是说 证明了他身上有其恩膏 而证明一次又一次 证明足四十年 但是 现在他跟着摩森死了之后 跟着他们就要进入加尼米帝 可不可以让他们 在外面再拗多四十年 当然不行了 所以就变了 在他离世之前 神身身复复摩森 身上所建立的形象 所建立的尊重 他希望将他能够转嫁在约书下身上 以导致他能够 可以带着神的子民 去在加尼米帝当中 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再拖多时间 然后再喜欢推举他 不喜欢就拉他下来 又或者是觉得自己把这个 约书下摆上去 所以约书下不得罪他 神不想再玩这种游戏了 明白吗 因为人类自古都不懂得怎么对待神的寿高者 那些不珍惜的 他不知道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比神恩高、比神带领 是多么难的 OK 所以于是书神设立了这件事 不单在旧约产生 并去到新约的时候 都是因为恩高的存在而产生 因为这里你会看到 在文数记第27章第18至20节 清楚说到 因为有神的灵在约书下身上 所以这件事才成立的 也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 但是那些人的尊重 有没有好像尊重摩西那样尊重约书下 当然没有 所以神就要做这一件事 完全是因为 其实约书下身上的恩高 已经应该可以说 是配得受这种尊重 但问题是这种尊重 如果不值着按手礼 根本是不会存在的 根本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变成 换句话说 在这件事是比较特别的 在这里 因地眼力这一件 是可以说是先例 但问题是 这个先例 不是做了按手礼 所有应该有的特性 我们再看一次 文数记第27章 第18至20节 要说 对摩西说 乱的儿子 又书下 是心中有什么 有圣灵 所以一定是来自那个人有恩高 但问题是他有恩高 但问题是 他在这些必死的人 面前 还未得到 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 这些人还未懂得学 正 不难是神的受高者 所以神就要做这个动作 你将他领来按手 在他头上使他站在 祭司以利亚塞 和传会众面前 祝负他 又将你的专名 给他几分 使以色列传会众都听众他 做这么多事 全部是为了什么 是使以色列传会众听众他 这件事件 可以说是把按手礼的一半做出来 变一半就是尊崇下一代的人 但问题是另一半是什么 另一半就是尊重按手在他身上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魔戏就死了 所以不是让魔戏赚取尊荣 其实是让约书下赚取尊荣 好 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就是在新约的时候 按手你的存在 就多一半另一半的理由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能够见到一件事 就是当一个人按手在另一人身上 当使徒保罗按手在其他的使徒身上 使徒有恩高有神迹 出去之后带到大型聚会大型的复兴 于是乎你知道这个人 保罗按手在这个人身上 这个人当然有了恩高 但是保罗按完一个之后 有这样的神迹 接着按提摩泰 提摩泰又有这样的神迹和恩高 但是保罗又未死 那会出现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在保罗的时代 有没有好像十灾那样的神迹 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神是用这样的方法 是让两个人都得尊名 就是按手那个和被按手那个 所以你就明白 当你为人祈祷的时候 为人医治的时候 其实 为什么第一 是按手 我们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须了呢 原因的理由就是 如果是病的话 在这个情况 它是达到另一半了 就是让这个按手的人得到尊名 就是说 我按在这个人身上 他的病好法 我按在第二个身上 他会痊愈 按在第三个身上 他会痊愈 那尊名给了哪个呢 那尊名给了我 因为神是特意用这个方法 去让人知道这个人痊愈 是因为我按手的缘故 而并且当然 我肯定的恩膏 有在我身上流出去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访问这个人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你现在试试看下 听不听到 你现在试试看下 看不看得到 这只手是多少个数目 这个就是可以 甚至当恩膏出现的时候 是直接是这样示范给人看 那人立刻已经得意子了 明白吗 按手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神觉得 他要这班人 应该尊重神的受高者 所以他产生了按手例 在新约的时候 是导致按手例 导致到 人们越来越尊重这个教会 越来越尊重这个群体 而事实上 按手和被按的这两个人 让别人都去尊重他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因为神是否一定要按手 才可以产生这个神迹呢 绝对不是 例如我为很多人祈祷 我是call位 我根本都没有按手在他身上 但是达到的目的 是否一样 就是神特意 直到那么神奇 那么独特的一种行神职 的方式 就是将尊荣给 能够行神职的人 看到吗 只不过就是 我们不要抢神的荣耀 神让我们有 我们就有 感谢主 但如果神让我们没有 我们就不要争夺这些荣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现在你就知道 为什么有按手例 按手例其实就是 就是在人经历了神的同在之前 起码建立了对神应有的敬畏和尊重 因为他们越进入至圣所的话 他们不敬畏和尊重 会经历了什么 他们经历被击杀 甚至被咒座 被审判 所以简单来说 按手例设立的时候 是被人看见 那个忍高是真的 是即时的 是真是 神的同在在这里 神应可这两个人 而实际上在文素记的时候 当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最主要是被人知道 神应可药书也 免得药书也 再做领袖的时候 这班人又仍然是得罪神的受高者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神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希白书第六章第二节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 各等教训 只愿现成就 目挂灵犯忧 尽一条 必须破口 我神似爱 是永勇 情意演出请求 今备忘 未回首 心向我 要牵力持守 尽心跟你 迈向天国 莫叫声明再担忧 心中渴口 愿你结伴行走 将天国真理 紧靠 在天国的快逃 愿能共你牵手 勇敢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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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告近 康徽 楝 大鸟 鸟